全台每三个男性就一人有秃头的问题 但是制突的脚步却跟不上落法的速度 根据一份针对台湾男性的秃头认知大调查发现 出现轻度秃头现象的男性中 竟有将近亲神的比例是毫无自觉 皮肤科的医师呼吁 务必在发现不断掉发及前额发际线 称M型时尽速就医 成功生发的几率才能相对提高 把握黄金治疗期才能省时省荷包 治疗突发的脚步跟不上掉发的速度 可是有七成的男生都不知道说 自己有突发的一个危机出现了 离失在门诊当中确实也是男生突发求诊的个案多 男生突发求诊的个案是多 那他们其实除了雄性突之外 他们刚开始还是会头发会变得比较细 比较软 那可能掉发的数量会变多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说 他们要赶快来做治疗 这是为什么在中医来看 对 如果说以中医来看的话 还是会以熬夜 比如说他可能工作完熬夜 然后消耗他的肾经 那再来就是说他的情绪压力造成他的有一个气域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饮食上可能应酬比较多 可能产生一些湿热的体质 所以湿热的体质 他的头皮就会出油量会比较多的 就有可能阻塞毛孔 然后导致这个毛发掉落 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压力大 睡不好本来就可能让人掉头发 那这种掉发的方式跟熊心肚子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让你的这个休止期的头发掉下来 因为让你的生长不好 那当然所以会建议并且尽量不要生活作业不正常 有点大 但是现代人比较难 所以其实在我的门诊来看 因为我有特别门诊专门看掉发 那事实上男生会来求诊当然是多 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是女生来求诊 因为女生觉得不好看 她觉得变稀疏的 就看到头顶了 然后她不好做造型 她觉得越掉越严重 尤其现在女生的压力更大 所以现在掉头发的女生来求诊的病人比例 已经越来越比男生还多了 因为她比较在意 在还没有很严重就在意了 男生是要到很严重才在意 已经病入高荒了才过来 尤其是看电影 我记得好莱坞有这个很帅的明星球的洛 他本来好帅气 可是他的头发就渐渐的 好像走麦当劳的这个N字形 法际线慢慢的往后退 对 Alan像你在掉发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子 有感觉两边这边跑的 头发掉的特别快吗 对啊 因为可能会先感觉 就像刚刚医师有讲的 头发会越来越细 然后变细以后就感觉变稀疏 然后变稀疏以后 自己就会觉得说 奇怪摸起来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 然后洗完头再吹 吹的时候 感觉好像没几根好吹了 而且很快就干了 对对 但是我都一直安慰自己 因为十个兔子九个腹嘛 那为什么十个兔子九个腹 因为他们可能很聪明 聪明透顶 聪明决定 所以我一直在安慰自己 那是因为我太聪明了 这场音乐所以我们都不够聪明 是这样 我常说第二讲你们就是因为太聪明了 我就是不够聪明所以没有决顶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以我们雄性兔来看 像Alan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眼镜表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你会发现一开始 就像你讲的一样 会从M头出来 所以法际线往后退 M会出来 那M这个出来之后 慢慢的就往上推之后 到了第三期 甚至第三A之后 就开动了 所以就有个地中海就出来了 那再来继续 第四期就去往后退 比方说像Alan可能已经到三到四期了 那再来继续往后退 就到了电火球 就第七期的时候 就整个是光掉 就变成电火球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治疗我还是强调 我们在早期毛囊 还没有死掉 以前是可以治疗的 你大树干变成小树干 你可能治疗还有望 等到已经变成小树枝的时候 治疗效果就会比较不好了 那黄金治疗期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例如说我感觉到它变细吗 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像 它已经到第三期了 我再来呢 基本上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 就像有人病人说 我怎么20岁就开始掉了 它掉得很慢 掉了50岁到7岁才掉得很光 可是有的人它到40岁开始掉 它掉半年就前面掉光 每个人的速度不同 还有看你自己的在意程度 有的人觉得说 我一点点涂我不在意 那就算了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在意 任何时间点治疗 都是个好治疗 为什么呢 至少可以维持你现在的法量 不要继续吸收下去 即使已经死掉了 不会回来 可是至少你现在是维持住 那等到你真的统统光了 那就不用治疗了 就不要再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那有没有哪一些因素 是比较容易造成掉法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些工作压力熬夜 中医师 其实以女性来讲 现在真的是在门诊中 是比较多见的 反而越来越多 但因为女性现在大多数 都是还是以情绪压力 比较有关系的 那再来另外一部分 可能就是血虚的问题 这个也是会造成 那另外一个肾虚的话 也是会造成掉法的现象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 女生血虚肾虚 或者是男生湿热的体质 都有可能会导致掉法 对 是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其实我们掉头法 你还是要强调我们除了雄性突之外 其实雄性突是男女都对长掉头发的原因 可是我们突发分为八痕性落法 跟非八痕性落法 像雄性突是属于非八痕性落法 就产生八痕 八痕就是老长已经萎缩 就已经纤维化烂掉 它不会再长了 非八痕性掉法除了雄性突之外 一个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修脂期落法 我们刚刚讲过头发会休息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女生说 我怎么怀孕完 生完小孩之后头发掉一堆 很快 长后大概半年 对 整个都掉一堆 那是因为你的头发卡在生长期没有掉 一休止期完 一生完小孩就全部进入休止期掉了 那所以重大的压力 生小孩开刀 都有可能产生休止期落法 急性期很容易回来 就是过了嘛 生完小孩啦 压力大啦 结束啦 然后开完刀OK 这是回得来的 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病理下的状态下 有些病人有红斑性蓝肠 这是属于所谓的八痕性落法 所以甲状性功能异常 所以像我们有些病人来看钓法 我通常会帮他做一些抽取的检查 看看是不是有甲状性的异常 有没有自体免疫疾病 有些女生 有没有那种熊 那个就是所谓的红斑性蓝肠的问题 我们偶尔就会发现 病人被我们发现有红斑性蓝肠 发现有甲状性功能问题 赶快转诊给内科去治疗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熊性凸的眼镜石之外 有的人他就像中间 像鬼剃头一样 就凸了一块 掉了一个十块钱的一个硬币 或是五十块钱 这个也跟我们所谓的 一般的熊性凸掉法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鬼剃头 就像 为什么叫鬼剃头 像半夜突然被鬼剃掉一块凸法一样 所以像照片上所写的 大部分都是十块钱硬币 五十块钱硬币 或是大一点这样子 然后多颗 但是也有病人会整个掉光 像这种一颗一颗这样掉的 大部分会回来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他们发现跟压力有关系 他们认为这是自然杀手细胞 就是我们的抗体不受控制 去攻击自己的黑色素干细胞 或毛囊干细胞 让它攻击掉下来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五子虚 一叶白发 这是事实 它是则的一个幽国幽民 造成了一个拳头掉光光 黑头发掉光光 白头发不掉回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病人 就有一个一叶白发的病人 你看那一撮白头发 那一撮白头发 是它长出来 就是一攻击完之后 再长出来变白头发 因为它的黑色素被攻击掉了 再长出来就变白头发了 所以等于是说 它毛囊没死 但是它的黑色素细胞被攻击掉了 所以那个病人很好玩 一般我们的染头发 是不是下面是白的 上面是黑的 结果它一直也把你长出来之后 慢慢它又恢复了 我把它制造更好之后 下面又长黑的出来 所以反正是下面黑的 下面一点白的 然后上面一点黑的 大家还以为它自己去染发 染的挑染 所以是这个一叶白发的一个特征 中医看鬼剃头的话 这个是从古代就有这个疾病在了 那中医在认为说 它还是以情绪比较有关系 所以中医在治疗的话 可能就是从疏肝 那结育的方式去治疗 那其实这个疾病的话 它在一段时间之后 头发就会自己再长回来的 绝大多数像这种 单纯性的一个小科 就算你都不治疗它 大概有八成以上病人会不会来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所谓的宇宙凸或拳头凸 我们有一些病人 他很可怜 高中生耶 女生耶 十几岁 拳头没有头发 他每次看我 就是带个假发来 然后心情很郁闷 一般鬼剃头就是一个小块 一个小块 严重一点就是拳头凸 就只有头整个光 更严重叫宇宙凸 像我们这个病人一样 它是全身的毛发都掉光 头发 睫毛 翼毛 阴毛 没有毛 全部掉光 所以像这个宇宙凸 它就是鬼剃头最严重的形态 所以这个是因为自体免疫疾病 它是自己的抗体 不受控制 攻击所有的毛囊 干细胞 把他全部的头发都脱下来的 治疗方式来讲 因为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传统做法 就是用一些免疫治疾 包括肋固醇 全身性的服用之类的 把它压下来 现在最新有一些 所谓的生物质剂可以有效 是今年 应该说去年才发表的一个 就是说这些生物质剂是有帮助的 对于这些 整个光的还有帮助 所以可见 有一个病人 他甚至已经光了一二十年 用那个药下去还有效 可见他的毛囊干细胞是还没有死 只是存在那边不活动 或者一直被攻击 我们只要把被攻击的那个挡住 它就可以长回来 这是白灰血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耳尖上 往直接正对上到头顶的正中间 那我从现在开始一直按着不要放好了 其实你可以整个头